去吧 平凡的上班日 變成恐怖一瞬間 當地時間週二 肯亞首都奈洛比 一處飯店和辦公室混合建築 發生恐怖攻擊 所有人驚慌奔逃 3.25 天 我在電腦 在我自己的工作 在工作上 然後我背後有一個大爆炸 然後 之前我做任何事 那些人都會撞到 立即 那些人都會撞到所有方向 但是在樓下 根據當地警方最新公佈的資訊 一名炸彈犯先在飯店大廳引爆後 槍手開始掃射人群 至少造成十多人死亡 許多國際公司 在遭到攻擊的建築裡 設有辦公室 因此死者有多名外籍人士 恐攻發生後 索馬利亞的伊斯蘭激進分子 青年黨透過電話宣傳犯案 表示作戰還沒有結束 我們希望大家不可以 不分享 申請 回覆 你不可以 不可以 傳托 把這個 召喚的電話 青年党过去在肯亚发动攻击 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 报复驻扎在索马利亚境内的肯亚军 攻击后几个小时 奈洛比又传出爆炸和枪响 引发另一波紧张 但稍早已经获得控制 大爱新闻 郑云轩编译